近100公斤的郑馨怡,宣称不再减肥,没想到此前一张超兽照片竟让无数男人心动。 郑馨怡,香港女歌手、演员,香港著名电视剧演员郑少秋和一部著名电视节目主持沈殿霞所生的女儿。 1987年出生的她如今已经有30岁,2010年参演曾志伟导演执导的电影《72家租客进军影坛》,2012年,郑馨怡在2011年度叱咤乐坛流行榜颁奖典礼中获得叱咤乐坛胜利军统奖。 而这颜值的规范当中,除脸以外,并有身体,特别是长腿和细腰等,为此许多女星都挑选用林林总总的方法保管本人的颜值,但郑馨怡却是个例外,随住事业的红火,她的体重也一路狂飙。 也许是世仪传了母亲的基因,郑馨怡现在的体重已经高达90公斤了,她还宣称今后自己不会再去减肥。 还记得郑馨怡的母亲沈殿霞在逝世之前,曾经请求过郑馨怡,让她减肥,她也确实做到了,从100公斤减到54公斤,这段经历对其他人来说可谓励志。 现在的她,浑身坠肉可以说快撑到她的衣服。 这是郑馨怡子前并不是很胖的时候,如果她能保持住这样的身材,可以说羡煞旁人,让很多男人心动。 这是她更早前的照片,身材娇小,很是美丽,这样的她将会是很多男人心目中的女神。 参考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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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这段